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去那只瀑布 熊野大社即看大鸟居 Maria的床太舒服了 早上都不想起来 先给大家看看外面的风景 哇 果然白天看到的乔航沿 就是不一样 昨天太晚了 也太黑 没有好好拍一下酒店的大堂 现在再给大家感受一下 酒店外面非常开阔 酒店外面非常开阔 就因为这个位置也值得移住吧 远远的岛上有一个鸟居 海边只有海风的声音和波浪声 闲逛了一下拍完照 我们现在开车就去那只瀑布 因为当天是星期二 很多店铺 很多店铺又不开门 酒店附近的餐厅并不是很多 那我们就驱车一边开一边找餐厅吧 幸运的是快开到那只瀑布的时候 给我找到一家家庭式的餐厅 这家餐厅只开11点到2点 定时餐也很多选择 为了弥补我没有在大阪吃到咖喱的遗憾 我特别点了咖喱饭 鱼生饭和蛋包饭 这家餐厅人均消费是1450圆左右 猪扒炸得很脆 咖喱也非常香 吃完餐后我们就开车进山啦 今天的天气阴阴的 山里满满的雾气 到了那只飞龙神社的门口 这里附近都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的范围 一路向上就走到了那只瀑布前 和我们一路走上来的只有一个团队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日本爷爷奶奶 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散客 瀑布高133米 是日本三大瀑布之一 站在瀑布面前你就会觉得大自然真的很奇妙 我们很渺小 看完壮观的瀑布 我们就走到熊野那只大社 而熊野那只大社是可以开车到 但我们还是选择了步行朝圣 日本老爷爷爷老奶奶都是这样走上去的 顺着石板台阶慢慢走 顺着石板台阶慢慢走 6月尾 刚刚好是绣球花 日本称紫阳花盛开的季节 神社每一个洗手的地方都放满了绣球花 绣球花是我最爱的花品之一 看着满山的花心里特别开心 走上最后这个台阶就到了神社 终于走到了 在神社前面有一个这样的摆设 那我们就顺着它上面的指示走一遍吧 由我老公给大家展示一下 要如何走这个竹叶圈圈 顺着走完之后寓意长寿健康 那我在这里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路上来的时候就有一点下雨 逛着逛着就又下雨了 雨中的神社又是另一番美景 神清气爽 面对着烟雾缭绕的山 心都安静了很多 走到另一边就是那支山清安度寺 这间寺庙已有过千年的历史 这样的风景这样的古建筑让你心静 这样的风景这样的古建筑让你心静 看看我说的吧这里又有绣球花 千年的寺庙 千年的寺庙近在咫尺 木头上岁月的痕迹依稀可见 再看看山中的雾气缭绕 如同水墨画一般 远处的珠红色三重塔隐隐约约 游如仙境一般 我人间仙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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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距离看看这三重塔 然后我们就原路下山 它这是重建的这个 在开车去附近天然的川滩温泉逛一逛 川滩温泉由河底涌出的70度圆泉 与河水相融合形成温泉 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属于比较罕见的泉水类型 河水周边林立旅馆形成了温泉街 远处还有一些外国友人正在泡温泉 可惜这一次我没有时间在这里住一晚 下一次一定要试试 更有意思的是可以在河水里体验挖掘自制温泉 这是在其他地方无法体验的 这里的水质非常好 清澈见底 可能我这一次来的时候并不是旅游旺季 所以每个景点的人都很少 这石头圈起来的圈圈位置就是温泉 一粉吧占的位置的泉水就没有那么热 因为那里已经跟河水有了一定的结合 如果有带泳衣的话 那直接就可以换了泳衣躺在温泉里 泡的也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几层去下一个景点 今天最后一个景点是大栽园鸟居 我们也是路过 但是这个鸟居太壮观了 33.9米高 屹立在农田边守护着这片土地 下集我们将会开车去奈良和京都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那我们下集见 拜拜